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拉丁舞 被称为台湾拉丁舞女王 她拥有优美清秀的身材 声音交叠 完全一副小女人的模样 但一踏上舞台 便是另一副模样 清秀的身情 急剧爆发力 动作张弛有度 表情与动作融为一体 当谈起自己为什么选择了国标舞 当做事业 她说出入大学时 偶然经过舞蹈室 好奇心强的她停下来观望 这一看便一发不可收拾 她被舞者曼妙的舞姿所吸引 再加上自己从小学芭蕾舞 有舞蹈基础 就这样栽进了国标舞 大三时 刘正向周志昆拜师学舞 短短一年多 就拿下好几座大专组的拉丁舞冠军 然而一开始 父母并不支持 在当时 台湾人大多一谈国标舞 就觉得是所谓的交际舞 嘉宇人希望她展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由于对舞蹈的热爱 她勇敢辞去了银行的工作 立志三年在国标舞领域 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而后多次参加舞蹈比赛 皆取得漂亮的成绩 渐渐的在舞蹈界中 占有一席之地 后边来因舞蹈表演 而踏入演艺圈 先后与吴中仙共同主持 中式爱上九点半 这是刘正第一次主持节目 而后固定在华氏主持 快乐有勾正节目 并多次参加康熙来了等综艺 从标舞界跨航到演艺界 刘正也没有懈怠 曾经一度为了舞台剧 练钢管舞 导致旧伤复发 一路走来 刘正是幸运的 与国标舞无意间结缘 自身又有舞蹈基础 又遇到了良师 但也并不是顺风顺水的 刘正曾在起舞飞扬 节目担任评委中 傻泪回忆自己的舞蹈心酸词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 国标舞当时被叫做 交集舞或社交舞 一提起就会让人联想到 地下舞厅和乱搞男女关系 尤其台湾早期有进舞的规定 他的老师周日昆就曾经因为教舞 被抓去关了一天 再者是来自家庭的压力 刘正的父母都希望 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认为以舞蹈为事业不靠谱 于是刘正尊从家里的意见 进入银行工作 白天工作 晚上练舞 一天睡午到四小时 也因为这样太倒累 所以他的身体变得很差 一直生病 精神也恍惚 不仅如此 刘正上节目时 还自曝成在户外 参加一个大型表演 由于风太大 在跳舞时 舞群被无情地吹起 大写春光 裙摆还被贴在脸上 整张脸都被裙摆所遮住 他恨不得当时有个洞 可以钻进去 还有一次 与搭档进行国标舞表演时 因为动作过大 导致肩带松掉 反映过来的刘真 连满给搭档实验社 最终两人用默契的舞蹈动作 化解了这样尴尬 参加某银行活动的时候 一发生走光事件 心酸伴随着他的舞蹈生涯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 他却一步步前进 一步步获奖 成为了拉丁舞女王 他在采访中说过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坚持 在外界压力下坚持自我 在身体不好时坚持心境 身体和心理的坚持 是他成功的最大原因 由于跳出时代的劲骨 在舆论的压力和世俗的眼光 看待下 他不畏惧言论 只做自己 尽管辛苦 但命运不会亏欠努力的人 刘真和舞伴 李智瑶拿下台湾多项拉丁舞冠军 后来到美国参加比赛 拿下Starboard摩登舞冠军 外界也纷纷给刘真 冠上台湾最美丽的拉丁舞者 拉丁舞女王称好 这样一个又美丽又优秀的舞者 却在2014年与光头歌手新荣 散婚 连经纪人都不知道他们结婚的消息 新荣长像一般 当时收入也没有刘真高 但是这对夫妻婚后也美满 并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私底下刘真是一个好脾气 可爱的小女生 上康熙来了被小S怼 她又奇又修 但还是很温柔 生命之后 圈中闺蜜杨丽倩 在被记者询问到刘真的情况时 一度伤心泪崩 小S小亚轩 也在微博纷纷为她加油祈福 舞蹈让生命更加丰富 这是五次刘真对舞蹈的注解 生命的痕迹略过 她给我们留下了骄傲的舞者身影 拉丁舞女王称号 当之无愧 为愿她早日康复 再续舞蹈传奇 好了 以上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